它的攻击方式也变了 是用剑气攻击 同时还会吐猪丝来减速玩家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杨默的白宝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数据包和机械哨 主要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是给游戏添加了更多挑战的数据包 众所周知 数据包的体量是要比魔族小的 不过兼容性我觉得还要更强一些 各自都有优缺点吧 首先第一款数据包是火焰龙 召唤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把烈焰棒和墨影珍珠丢一块就行了 随后就会出现一条浑身都是火焰的龙 不过这不就是一团火吗 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把光影关了试试看 这个火焰龙在普通状态下是看不出来的 甚至只有一团黑烟 就像蛇一样蜷缩起来了 但是当我们切换成生存模式后 就不一样了 瞬间就能看到它的样子了 而且会疯狂的丢火球过来 感觉有点难对付 或许村庄是最大的受害者吧 都快被烧没了 我们可以用弓箭躲在掩体后面射它 血量的话并不是很厚 很快就能解决掉 击败后就能获得一个头盔 带上有防火的效果 有了这个头盔后 打它就直接站装就行了 它除了火焰攻击就没有其他的手段了 所以说防火效果是很关键的好吧 直接碾压它 那么第二款收集棒也是一只怪物 往蜘蛛身上揪一颗下界之星就行了 然后这只蜘蛛就直接进化了 腿上按了八把不同覆魔的剑 靠家伙你可这玩赛博朋克呢 一体改装是吧 它的攻击方式呢也变了 是用剑气攻击 同时呢还会吐猪丝来减速玩家 而且貌似攻击力和血量都挺高的 几下就把铁盔脸给打裂开了 铁盔脸撕血胜利 哎呦就只剩下一滴血了 要不是之前我打了几下蜘蛛啊 铁盔脸还真打不过它呢 当蜘蛛被击败后呢 会掉了腿上所有的剑 从木剑到下剑和净剑都有 而且有些都是附魔的各种属性的 这要是在生存魔人下能打败它啊 那直接起飞好吧 第三款数据包呢 就不是怪物了 是专门用来猎杀怪物的武器 叫地狱弓 一把弓和一组下劫之星就能合成 一组啊 这材料也太奢侈了吧 然后呢 就是一把浑身冒着火焰的弓 来看一下它的威力吧 可以看到啊 它是先射出去一道火焰路径 随后呢 这条路径就会产生爆炸 这个爆炸范围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射穿一座山呢 根本就不是问题 再来看第四款数据包 它也是一把武器 叫做彩虹弩 合成的方式有点小复杂 首先呢 把命名牌改成J1B下滑线 然后呢 对着羊右键一下 它就会变成变色的羊 再把弩和一组下劫之星 就到羊身上 就诞生了这把枪无敌的彩虹弩 感觉是把羊身上的力量给提取出来了 发射出来的啊 都是彩色的爆炸箭 还能把玩家给炸飞 这个射速在搭配上爆炸箭 杀伤范围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么这就是今天所介绍的这四款模组 大伙更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扣拨数字在公屏上 本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